我们看一下数甲102这一题 那这一题呢是在谈一个矩阵的坐标变换 一开始AB两点 硬成A'B' 那其实矩阵坐标变换呢 其实很简单 一开始我们现在的矩阵呢 就是这矩阵 例如说这叫ABCD好了 它是一个二维的矩阵 那我们现在怎样 10印完的结果就是什么呢 印完结果就会是ABCD 对 那ABCD呢 如果你去印什么呢 你去印那个01 01印完的结果就会是CD 所以根据这样的特性呢 我们都知道怎样 ABCD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1根号2 CD就是负1根号2 所以这样子M 我们就可以写出来了 只要给我们10的结果跟01的结果 要写这个线性变换矩阵是非常方便的 那第二小题是说 M会将重心印成重心 那我们其实 我们可以 就是一般的情况都对 不管M怎样都对 那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说 M乘上什么呢 M乘上三分之 这里其实是一个 不是一个很正确的写法 不过我先写个意思 让大家理解 叫一般的情况是怎样 就是因为其实 矩阵在做惩罚的时候呢 我们事实上是有这个分配率 所以它其实会分成什么呢 就会分成三分之 MA 对 再加上MV 再加上MC 就是说这个是重心在印射 硬碗就会变呢 刚好是印射的重心 所以这件事情是对的 那当然如果你觉得这样写 不是很安心的 你可以用什么 你可以去假设再去做 但是我只是想强调 这一般的是对的 那第三小题 它是说三角形ABC的面积是3 那想要去问C'到A'B'的距离 那我们其实先去问说 这个后来的面积是多少 就说A'B'C'它后来的面积 那因为我们知道 在做线性变换的时候 面积变换的比率 刚好就是这个矩阵的行列是 所以原本的面积是3 那我们再乘上这个行列是 这行列是就是1-1-2-2-2 这样子 这行列是绝对值 这样子的绝对值 那这样子一层呢 它就会得到什么呢 3乘上2倍-2 等于6倍-2 这是后来的面积 那面积就是底层高 那我们知道怎样呢 我们知道这里的底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这里的底是2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距离 C'的距离其实是什么呢 是2乘上这个距离 我们把它叫做小D好了 再除掉2会等于6倍根号2 所以这个距离就是什么呢 距离就是6倍根号2 这个是第17小题的答案 所以这题呢 我们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就是第一个 我们可以写出这个线性变换的矩阵 另外我们知道呢 重心映射之后呢 还是后来的重心 另外接下来处理这个距离 面积呢 我们要知道 重心映变换之后 面积变大的比例 是跟这个矩阵的行列是有关系